哈喽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了我们的DIY创意灵感 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呢,是要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带来一些 关于我们自己呢,是在平常的生活当中 然后怎么样去使用我们的这个非常简单的手帐本或者是日记本 相信呢,非常多的朋友呢,都喜欢使用这种手帐本啊 然后我这里呢,是有一个专门的这种特殊的手帐本 它里面呢,没有我们这种斜杠,横杠或者是格子 而是它是一点一点的,然后我觉得这种一点一点的网格纹呢 是非常非常的有个性,然后非常的好玩 然后我这里呢,会用到各种各样的这个笔 还有我们的马克笔,以及我们的贴纸 还有我们的纸胶带,然后我觉得这些的话呢 就已经足够,让我的这个整个本子的话呢 设计的更加的有个性 那我们先来跟大家展示一下吧 那我这个本子的话呢,是在网上购买到的 它这个整个的本子的设计也是非常的好玩 我觉得要和其他的普通的来说的话呢 是更加的有意思一些 我这边基本上呢,都会使用的写的是这个德语 因为我们呢,是在这个欧洲的德国 所以的话呢,我写的这边德语的话会更好用一些 然后我们这个,它上面没有这个横条的话 我们可以很好的根据它点和点之间的这个位置 去来确定我们这个行间距啊,或者是字间距 我觉得这样的话呢,看起来会更加的干净和整洁一些 然后同时会让我们自己呢,去给它进行一个练习 好了,那我们呢,我还可以在本子上最开始写了一个目录 然后大概是哪一页呢,我会大概是写什么样的一个内容 我们可以从在这边呢,是画小格子 比如说写上我们这个家庭作业啊,是有什么内容呢 或者说我可以在上面做成我们的一个to-do list 我们有没有按时完成我们的小任务呢,等等之类的 如果做完了之后,就可以把它从这边呢,去给它画一个小的写杠 如果没有完成的话呢,就可以把它打一个小叉叉 或者呢,是把它做了一步,我们就画个小写杠 然后是完全做完了,那就把它画个小叉叉,就可以了 那我们这上面的各种各样的话呢 你也可以把它先用我们的圆珠笔啊,或者是水性笔啊 去给它进行一个写 因为这种笔不容易擦掉 或者呢,之后可以用到我们的这个铅笔 再跟它呢,去看一下它能不能把它擦掉 我们这边呢,还可以用我们的贴纸 去把它进行一下的装饰 从这边呢,我们可以在上面呢,去写上一些我们每天 或者是随时这个小本子在他身边所寄下来的一些小了事情 我们可以在这上面呢,是写上我们这个一月份 然后每天,然后写上它的一个小的日历 比如说从星期一啊,到星期天 然后现在呢,我们可以把它呢,写上我们最重要的一些日期 这边呢,我们可以写上我们的to-do list 我们需要干那些事情 我们可以写上我们的贴纸 那我们这边呢,可以再跟它进行一些来添加 然后这边呢,我是要给它大概是要八个地方 然后我们呢,是要把这一整两页 全部给它很好的进行一个分割 然后是要写上每一天 或者是每一个日期的一些重要的内容 然后再给它进行一下详细的一个记录 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一个需求 我们可以把每一页呢,都可以给它很好的分布一下 比如说,如果有朋友的一些生日啊 或者是有一些重要的一个纪念会啦 或者是有一些重要的日期啦 需要我们先记住的话呢 我们可以在头一天的时候先给它做好一些的准备 我们可以看到我在这旁边呢 是把它的小点点全都有些给它加深了一下 嗯,大概就是这两边 我们可以把它呢,是用我们的这个纸胶带 去给它进行一个分割 我们可以在这个时候呢 把它的这小点点给它擦掉 我们可以呢,在这旁边用我们的贴纸 再去给它装饰一下 那我们这边呢,也可以把它写上各种各样的一个内容 比如说,嗯,挑截我们重要的一天日子 然后我们还可以把它呢,画上各种各样的一个小画 那我呢,现在是想要在这个本子当中去画上一些简笔画 然后让它会画得更可爱一些 那我们这边的话呢 其实画过来的话也是比较的简单 因为它刚好是把整个的这个本子呢 都是用点点去给它这个,嗯,去分割好了 我们可以来试一下 我们这边呢,是选择了一个非常棒的书法的一个小的彩色 这个黑色的笔 然后它是比较宽的一个笔头 可以在上面呢,是写上我们的一个 嗯,我的doodle,或者是我mine doodle 我的一些,嗯,小的辛勤日记啊 就是我的小的重要日期啊,之类的 那我们在写的时候的话呢 这个本子的话可能是需要的这个手是要比较润滑一些 如果你,嗯,不是特别确定的话呢 其实也可以把它呢,是在本上多练习一下 我们可以在下面呢,再给它再画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那我们可以在下面呢 再用我们的马克笔 再去给它画出来 它的一个小的框框 我们可以在里面呢 是画上我们的各种各样的 喜欢的简笔画 然后我这里呢 是用了一个0.3的一个水性笔 那我们这边呢 是它的一整个的小花 或者是小的一个动物 还有小的昆虫 我觉得这些呢比较的简单 然后如果喜欢的话呢 进行读查练习 都可以把它画在我们平常的 手账本当中 可以在下面的地方呢 我们再给它写上一些 我们的平时 或者是在生活当中 所看到的一些比较漂亮的一些 毛笔字或者是这种书法 那我们可以在上面看到呢 这边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个 小的这个内容 然后呢 这些小的的话呢 我们都是在视频当中 曾经呢 也是跟大家介绍过的 还有我们这边 有各种各样的一个小花 感觉呢 如果画了小花的话呢 会让这个 每天的 或者是时不时的 写下了一些手账 会更加的具有心情一些 那好了 那我们这样写出来的话呢 我们还可以再来进行 我们下一个小的内容 那如果想要写的 更好玩一些的话呢 其实平时的练习 也是比较的重要的 那我后来呢 我就又画上了一些小的花 我们这边呢 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个 小的圈圈 比如说我们一月份的 一些小的心情 或者是重要的日子 还有可以自己呢 去给它进行一些设计 我们还可以在这边呢 用它的纸 然后也是给它去设计一下 比如说每个月呢 我们挑选几个重要的日子 都可以给它写在这边 那我想要在这边呢 去做一个我们的心情日记 我需要的话呢 是在这上面呢 去画上一些小的格子 我用这个本子在画的时候呢 我觉得有一个非常便利的地方呢 就是在于 它可能根本就不需要 用到我们的尺子 我可以在上面呢 去写上我的 我的心情走势 或者是我们每月的一个心情 可以吗 可以吗 来 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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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看 我们可以在上面呢是每天的各种各样的一个不同的性情记录 比如说你可以把每月的一个这个从1号到我们的28号是我们的2月 然后呢在上面的话呢我会根据每一个心情然后给它一个走势 比如说我心情好了会在上面的地方呢画一个小笑脸 然后我们会把所有的给它相互进行连接 就会有了我们一个非常棒的这个心情走势图 我觉得这样的话呢记录一下也是一个挺不错的这样的一个小的手账本的内容 比如说我们在最下面呢是从由下往上是心情从坏到好 我们在上面呢是一个超级好看超级阳光的一个笑脸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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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呢也是给它填上颜色 然后每一天呢是根据不同的心情然后去给它做一些小的记号 那我们可以把所有的小的这个小点呢 就给它连接在一起 好了 那么我们就差不多做好啦 好了 希望你能够习惯啦 如果喜欢的话呢 不要忘了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下的赞 或者是可以直接在视频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那我们呢是每天每周都会订阅出新的视频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 希望你能够玩得开心 看得愉快 下期再见 拜拜